公益安全,昨天發生了兩宗死亡意外 第一宗是經常見到的 暫時勞工署仍然是巡查 或者甚至執法不足 總是有發生這種情況 就是人體高空墮下 昨天兩宗都是人體高空墮下的死亡事故 無論在工廠或者地盤 其實都是工廠經營條例中,勞工署要執法的地方 或者勞工署要巡查的地方 但是勞工署永遠是找不到問題出來的 直至工人跌死了 結果才知道原來地下留了一個很大的洞 是沒有遺風的 而且洞還穿了兩層樓 即是逐漸穿兩層樓 第一個在建築地盤留洞 通常會習慣留在同一個位置 它一跌可能跌超過一層樓 這是第一個危險 第二個危險就是很多人貪方便 留洞可能有些E&M Penetration 即是說有些風槽或物品的穿越 這些穿越其實有目的 譬如我給一些物料穿越洞 混上一層 或者我將來有些機電設備 要穿過洞上一層 有機會是這樣的 但是很多人就會貪方便 這個洞的用途就沒有限制了 有一個洞就會揭開洞 來下垃圾 譬如建築很多垃圾 就會把洞倒進下一層 就會倒進下一層 下垃圾的目的 就是減少人手運送垃圾的人工 但是這個動作 如果稍微不慎 洞又留得大的話 如果跌倒人下去的話 就很危險了 在啟德這個地盤 啟德這個就是 叫什麼街呢 我先看看名字 啟德木翠街 啟德木翠街的地盤 興建中的樓宇 在十一樓 剛才那個女工跌到九樓 結果雙重不止 當場死亡 這個死亡原因就是 在地盤樓的洞 接著它下來下垃圾 可能本身有遺風的 但是它因為下垃圾 所以移開了遺風 但是洞實在太大了 當它推車仔下去的時候 也可能看你不計 又或者它的物品 這麼巧巧 一時失足 結果跌下去 穿越了十一樓 穿越了十樓 跌到九樓 結果就說五米多 實際應該不止五米多 一層樓可能都有五米 結果跌死了 這是第一間 希望它安息 勞工署 工廠督察 應該加強巡查 保證這個公園安全 第二間公園以外 就吊詭很多了 那個在天水圍 平下路 249號 海徽凍倉 所擁有的地方 如果看看Google Map 就會看到 那個地方有三個 最少三個不同的場名 第一個叫做海徽物流中心 海徽寵貨場 第二個 裡面叫做中國外長航 中國外運長航的物流倉 這個似乎 海徽的場有一個有蓋的建築物 總共有三個 四個 總共有四個 五個 總共有五個有蓋的建築物 有機會高過三米 第一個就是海徽倉 兩個都是補藍藍 天藍色 或者灰藍色 天面的 海徽寵貨場 另外呢 有一個白白地式 兩個爐地式 一個叫做中國外運長航的倉 另外兩個就不知名了 但如果你看回門口水牌 它寫著有記輪胎有限公司 柏力環球物流有限公司 海徽樓浮山寵貨場 和海徽樓浮山茶水埗 問題就在於 這個場裡面 發生了一個工業意外 工業意外 聲稱 有一個越南籍的男工 32歲 是巡一架機械上面 由三米跌落在地面 而地面是很多塑膠的物料 而它掉下去之後 就死了 問題 三米跌落在地面 就算你塑膠浪浪 寫石力 都原來會死 在地盤發生最短的距離 兩米都會跌死人 只要你頭落地 只要你一震到 所謂後尾浸 即是腦下垂體 你一震到它 腦下垂體管什麼呢 除了管你眼斬 這些筆除耳機之外 還管著你心臟跳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躲動它 劇烈震盪 是有機會 令到女下體受損 而它不會再被釋錄 結果連心臟都會停頓 這樣就是死亡了 當然昨天的死因 我們不知道 那就要進一步披露了 但是昨天有一個特別的情況 就是越南籍的男工 原來是非法勞工 這就是香港經常的問題 我經常說 就是一些法外人口問題 無論是倉庫 無論是一些物流中心 無論是一些 譬如果欄這種 又或者是裝修 或者是酒樓 其實仍然有很多非法勞工 很多很多非法勞工 這些非法勞工 其實都是香港疫情 做了一部分的座 就是他們一直都沒有參與 在香港抗疫上所規範的一些管理 譬如要做篩檢 大學衛鋒 他們不會出來 因為他們是非法勞工 他們一定會躲起來 所以這個情況 是令人擔憂 大家以為政府停了這麼久 百業蕭條 那些非法入境者 都已經離開了 原來不是的 昨天正正在海輝倉土地 不知道是誰 但是土地的擁有人是海輝倉 在平下路249號 其中一個倉庫裡面 就是因為機械上 被三位掉了的藍工下來 掉了一個非法勞工 是越南籍的如期居留人士 他並沒有香港的身份證 並不能在香港工作 這個問題在於 有人僱用非法勞工之餘 其實非法勞工 原來在香港仍然很猖獗 這個非法勞工可能還包括了 就是包括了很多平下路 平下下村一帶的所有的倉庫 包括了整個元朗 包括整個新界倉庫 包括了果欄 包括了一些去市 包括酒樓 包括裝修 如果政府不管 結果香港繼續 有些非法勞工繼續在活動 香港的疫情 都始終有一個隱憂 雖然疫情開始大幅下降 跌到幾百宗了 但這些可能 就不斷在疫情 纏繞住的原因 也是天水圍 為何曾經有一個母女 是找不到源頭的原因 原來平下路很接近天水圍 天水圍可能很多非法勞工都還未停假 因為天水圍對面就是衣摘倉庫